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镇 四海 四独 武林山等神位 1925年民国时期 地坛变为经兆公园 黄岐室曾被设为通俗图书馆 解放后80年代初 黄岐室从驻军收回成公园 1983年12月开始大修 1986年修缮完 被定为地坛文物陈列室 黄岐室对门就是方泽坛 是明清皇帝祭祀 土地神和囚宇的场所 古时候有天元地方之说 所以祭祀土地神的祭坛就是方形 高于地面的这个坛台 实际上是建在一个洼地中 只是从地面上看 以为是坛的四周修有沟渠 祭祀的时候往洼地中筑满水为泽 故称方泽坛 坛台分上下两层和天坛很像 区别是方形和规模小了一些 夏天上去挺晒的 要注意防晒 方泽坛的四周有两层的坛墙 坛墙上的琉璃瓦也是在乾隆年间 由绿色改为黄色 黄岐室和方泽坛都不大 你有半个小时 基本就能逛完 下期视频给您说说地坛的门票 和注意事项 更多旅行实用攻略请观看视频合集 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哦